我怕我不在你身边你又忘了开话筒 摄像头什么的 有了孩子之后确实可能会傻一段时间 我没傻 因为生孩子之前也没多聪明 又回到这个场景了 上一次这么视频连线还是没生完的时候 拿过理发呢 稍微剪了剪 买一层一嘛正好年底了 理发怎么买一层一啊 选的这理发师是125 剪出了双倍的效果 为什么 这是个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够 这个什么意思 没事 propor了 这位置面的优点 我怎么说 这段二个人时的团体 我们都有优炼的人 自己 final一就 way 那个《如何生儿 raising女子》 跟人基本辨ка それ曾经接个 slash Your dream ald在跑 《 csak幸福和我方的身体》 这是成奇的 不种力 这么小说 比较这么 meg 比较的 lottery If YOUsuh 我很开心 Men 我最初是父母成为了一个幸福 我们家分宫回来老公拍个儿 你拍个儿的时候得跟他说话 白日衣山进 黄河入海流 绿熊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 听懂吗? 朝瓷白地踩云间 千里降临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激动了 喜欢这事 今天的文化教宓上到这里 正所以拍 Isn't it going? 雞句 forsков好 雞句 Shout 雞句 请咱俞 бег过去啊 雞句 谁 edge�咱 爱琴 effic接受 那 pawn我来看 救命去吧 我的天才 зак 妖明的我可以 Estado化疏昆 Less 最好好的 三人是怎么双开 你也害怕的洗澡 洗不洗澡 洗澡,你先洗澡 但是二周過後 那些愛的公主女孩 好像睡醒在睡覺 當時出發生的現實育療 兩時間一會兒睡著 睡眠不少睡覺 無法寂寞 無法寂寞 幻想不想睡覺 我一定要睡眠睡眠 我和你夫人的家忙,例如 我要生病,kait死了 我以前要做活动 我从小时候 每天 都有 臭臭 臭臭臭 臭臭臭臭 今天要出门你去医院 一家忙,要去医院 我去医院 这一个事情 我們要一起去医院 我们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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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肓 吃 太困了 这是此前没有想到的养孩子这么困呢 你看这多好看 看着多开心呀 但是夜里真的很困呀 现在这个场景起一个名字这么描述 贫富到赞口人 分手的决心吗 但是因为有了孩子 没分成 你不化妆了也没 哪有时间化妆 我还要不要 先生 孩子还要乖吗 你说说你啊 故意的是不是 再来医院就拉死 都没哭啊 这么勇敢啊 我还好吗 我还好吗 好 나중에 남편이 북경으로 돌아가고 저 혼자 아이를 봐야 했어요 父母们 계셔서 얼마나 다행인지 몰라요 안녕하세요 出生加工资料提供 申请务 哥们儿 孩子上小学了 每天都得去接孩子放学 然后去参加兴趣班 今天临时又有活 弄完孩子 看来还得接着加班 你今天那个能晚一点不 我待会接完娃我过来 你方便吗 时间差不多有点尴尬 应该行 应该行 我跟东哥 听完他的电话 我想到了自己的未来 弱弱地问了一句 这孩子上学 每天都得接吗 必须要上兴趣班吗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以前家住得更远 为上班和孩子的上学禁 换的房 大家都上兴趣班 他算少的就报了俩 这些事要孩子之前都考虑过 他又反问我 难道你没提前想好吗 我还真没想过 今天又学到了 几天后 另一个朋友又跟我讲了 北京幼儿园的不同等级 和各种卷法 我对未来 稍微产生了一丢丢的恐慌 这个以后再慢慢聊吧 结束营业的一天 其实也还没结束 不知道郑小珍和孩子 以及爸妈过得怎么样 回家继续干活 郑小珍给我发来了一个 正在躺地上玩的扑登 买了一个新玩具 要说有了孩子之后 我有什么变化吗 在韩国的时候没发现 回来后我感觉有一点 就是与人交往时说话更温柔了 以前我的嘴多损了 现在好像性格更平和了 看到谁都感觉慈美善目的 这个世界好像都变得温暖了 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行了今儿都弄到这儿了 这两周确实是挺忙的 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这就已经我表呢 已经回了两个礼拜了 看了你这个产后的恢复啊 确实很不容易 但是你是不是忽略了什么 不仅仅是吃得好活动 就还需要其他的一些什么 应该有爸妈帮忙啊 身体恢复只是一方面 心里的疲惫怎么缓解怎么修复 是谁抚慰了你 你为什么能好好休息 是因为夜里有人看孩子对不对 夜里孩子不闹 谁看的孩子夜里 然后也算是有点用吧 什么叫算什么叫有点用 很重要 你看现在我回北京了 你自己感受到累了吧 但是也没什么区别呀 那是因为他越长越大 所以晚上喝奶的次数少了 刚开始那个阶段 我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行吧行吧 最近孩子怎么样啊 最终他第一次游泳了 特别可爱 多可爱啊 然后明天还要打针去 我怎么印象你打了四五次 真的吗 是不是孩子太少 你也没活儿充业去 我等你每天安排挺忙的 还去了医院看病 其实视频里边拍的 基本上都是比较开心的一些过程 孩子生病啊什么的 不是特别好的事就不拍了 现在因为是都正常了 所以就很踏实很放心 但是下次检查的 什么一周也好 两周也好 感觉好像是一年的感觉 或者等待着出结果 那个过程最痛苦 不用过于紧张 这个世界不是纯净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体 成人也有可能会生病 就坦然的去面对嘛 这就是他的成长的过程 世界比较凶险 这才哪到哪儿 刚刚开始 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天选之子 几亿个细胞中 跑得最快那个最出色的一个 上亿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是 但是呢我最近听了一个说法说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啊太凶险了 来这个世上啊太累了 总要面对很多压力 所以呢几亿个细胞 大家都互相牵绕 您先来 别别别 您请我不着急我不着急 你来你来你来 您去这个世界 然后最后有一个憨憨 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所以呢 我们可能不是那个天选之子 我们就是被其他人牵绕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憨憨 我没有 所以我要说什么呢就是 大家都是憨憨 更要互相友爱 屏幕前的憨憨们 投个屁吧 点个赞啊 那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 带孩子 那么那么 cute 虽然累 但是很开心 我原来不是有一个 觉得三岁以前没有记忆 你也跟我说了嘛 即使没有记忆 我们要对这个孩子更好 付出很多的感情 就相当于 未来盖起一栋楼 但是地基也很重要 现在的感情 可能就是那个楼的地基 虽然看不到 你吓起来的时候 他就怕陌生的阶段了 可能看你会酷的 你不要那个时候难过 一周跟他玩什么的 他会认识你的 行吧 那今儿就聊到这儿吧 拜拜 大家 以后比如说什么周末呀之类的 其实中国韩国列的不远 我就突然间想你们了 我就上订个机票 就周五的晚上就去 过一个周末 行 我也想你了 就突然回北京 给你一个惊喜 怎么样 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吧 等下这种什么惊喜 什么之类的 咱都不要了 我也不去了 不去了 以前说一下 不要什么突然间 suffer eyes 别别别别 不要脱破 不要脱破 不要脱破